红色国产车停着男驾驶咆哮 持棍追车 对方驾驶不敢被砸 故意冲撞 把红车撞歪 可是他车子也被乱棒连砸好几下 绕一圈回过头 进口车向泄愤似的猛踩油门 把对方撞到在车道上滑动 伴随丢棍棒的哐浪声音 台中大理区中心路上两名男驾驶 完全无视街头还有其他人车 又砸车又冲撞的 就连远景斗场还气急败坏 疑似怕对方跑掉还不断提醒警方 他就是凶狠持棍砸车的人 警方说情是这名国产车驾驶 理性男子按喇叭 结果被后方进口车无形男子误会 一路猛追还把他难停到加油站旁 无性嫌犯误以为遭受挑衅 而发生行车纠纷 理嫌持铝棒毁损无险自小客车 不满被逼车难停 他拿棍棒先口角后砸车 结果进口车也很凶 连续绕了三圈撞三次 红色先停 然后边色是稍微往前 然后再往后 喇叭声已经按很久了 然后一开始以为是前面的车子挡到他们 整条街都是商店跟人潮 全都冲出来成了目击者 两名男驾驶被依线刑犯逮捕 砸车的涉嫌毁损跟恐吓 而进口车冲撞 另外还多了强制罪跟公共危险罪 如同2016年东海大旗当街对决场景 角色换人一道大理再演一次 自立新闻赵云光李建盈ISM小组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